7月底真的有辦法施打國產疫苗嗎 現在國產疫苗還卡在第二期 到底臨床試驗第二期跟第三期差在哪裡呢 專家說前兩期的受試者母數比較少 只觀察是不是有副作用 不會追蹤後續有沒有感染疾病 可是第三期最為關鍵是確認有效性跟安全性的 對象呢 受試對象從萬人要到百萬人 進一步檢視副作用的原因 而且還要追蹤如果感染疾病之後 是屬於輕症重症還是死亡 所以第三期的就非常重要 而臺灣的國產疫苗雖然還在第二期 不過前兩期的受試人數相較國外高了七倍 因此專家現在認為國產疫苗的前兩期 有點像是縮小版的第三期 可是現在卡關在哪裡說 高端二期還沒有解盲 未做三期就要拼這個緊急授權使用 有沒有有所本呢 另外還傳出來說 高端疫苗跟莫德納是孫生兄弟怎麼講 因為這兩個疫苗雖然都是從美國國家衛生院 技轉的疫苗所謂系出同門 可是兩種疫苗是從不同的技術原理產製的 這美國的莫德納用的是mRNA 就是性死核糖核酸疫苗 而高端用的是重組蛋白次單位疫苗 疫苗的技術原理產生抗體的免疫機制都不太一樣 所以效力跟副作用都必須要分別檢測 國產疫苗二期還沒解盲政府就下單 引起高度關注到底疫苗的三期試驗差別在哪裡 其實光是參與試驗的人數就是十倍落差 第一期只需要三十到五十人 分組調整施打劑量 觀察體內抗體高低是否符合期待 第二期人數來到百人或千人 透過第一期分析確認適合接種劑量 這兩期都會觀察副作用 但並不會追蹤後續受試者是否感染疾病 最關鍵的第三期受試對象直接萬人起跳 甚至百萬人 母數大彌補第二期不足 還要檢視副作用原因 不只要追蹤受試者是否感染疾病 還要進一步分析 感染後屬於輕症 重症或死亡 但現在國產疫苗 都還卡在第二期 力拼七月底供貨 安全嗎 國衛院研究員肯定國產疫苗 一二期比國際嚴謹 還有前臺大醫院院長李源德也頓問說 外國大廠是在第三期 還沒完成前就獲得緊急授權使用 但他點名臺灣商人 宗教頭子 政客或落難政黨 出面責難政府是充當敵人的棋子 讓他憤怒了 畢竟疫苗這件事並非說買就買 想生產就生產 第三期程序要完成安全性和有效性 但大規模流行病擺在眼前 人命要緊緊急授權 還是要同意 東四新聞 昨天國裡話先 台北報導 好 高端疫苗接獲政府五百萬劑的新冠疫苗大訂單 可是這利多沒有反應在股價上面 昨天今天連續兩天吞了跌停板 今天是收在315.5元 這個賣單高達了有1054張 那市場解讀會不會是因為利多出境 更擔心是一個逃命潮呢 因為不少人就回憶起了 2014年高端疫苗前身積壓它崩跌的歷史 而從高端的股單名單當中 也發現對藍營或綠營都曾經有捐助 總統蔡英文含話沒看到效果 一日高端疫苗再殺第二根跌停板 重疊35元來到315.5元 一舉殺破三條短期均線 市價和跌停賣單超過1.48萬張 拍對等著賣 K線圖攤開看 高端疫苗從2020年2月 宣布和美國共同研發新冠疫苗 當時股價51元 之後核准二期臨床試驗 股價易近翻倍 一路到今年宣布簽約後 更是早已翻了好幾輪 股價波動如此劇烈 也不是頭一遭 看看2014年震驚生技界的股價崩跌 高端前生基亞 肝癌新藥 接盲失敗 一連吞了19根跌停板 居然投資基亞的雲城 也吞了9根跌停 無奈是說我覺得並沒有讓外界減輕 對他們的一些疑惑有解釋清楚 第一個包括說像二期臨床試驗通過之後 為什麼就可以國內就可以上市 因為股價的確從去年27塊 最高漲到417塊 漲幅非常大 被外界稱為藍綠都壓住 看看高端董事名單 董事長張士忠持股比約21% 妹妹張志玲的公司雲城電子開發 同樣也是高端大股東 平面媒體報導 2013年張志玲曾捐贈藍銀10萬元 而高端總經理陳燦姦 則在2018年與2019年 共捐150萬給綠營 國產疫苗被政府列為解決疫情的重中之重 但疫苗還沒開打 正義問題倒是先開戰 東神財經新聞 立志涵陽 昭台北報導 而對民眾來說 如果確診之後怎麼樣就醫更為重要 我們看到游先生的故事 他的母親發燒呼吸困難 S光片顯示肺部是嚴重的靜潤 在22個小時之內 他搭了四次計程車 跑了台北市三家的新冠肺炎專責醫院 都沒有辦法及時獲得救助 深深地叹了一口氣 游先生語氣中盡是遺憾 他的母親因為新冠肺炎確診 發病後短短10天 在5月31日晚間宣告不治 母子天人勇格 忍著悲傷的情緒向記者回顧 母親確診就醫的過程 游先生說 他的父母同住在萬華無洲街 父親在5月5日發病 住進和平醫院 5月21日 母親也出現發燒呼吸困難的症狀 到民權西路的防勞協會照X光 才發現肺部浸潤一片白茫茫 拿著轉診單要去馬街醫院 叫不到防疫專車 只能搭計程車到馬街 卻被拒收 打1922卻只得到回家等待的答案 晚間6點多難受至極 一樣叫不到救護車 在家屬陪同下 搭小黃到和平醫院 被醫院要求採檢後回家等消息 隔天5月22日 才由救護車送到和平醫院 一入院就被告知得插管急救 跑這三家醫院的時候 他能夠給個藥物退燒之類的 我媽媽會導致隔天需要嚴重到插管嗎 我不知道我們台灣的醫療體系 現在怎麼會淪落到這種地步 劉先生傷心之餘 最想知道的是 為何在22小時之內 他的母親搭了四次計程車 跑了三家新冠肺炎專責醫院 都沒有及時獲得救助 他原本對政府的防疫充滿信心 沒想到號稱醫療先進的台灣 竟然會出現醫療人求的現象 只想知道有誰能夠真正負責 讓小老百姓遇到狀況 不再只能無語問蒼天 東森新聞高少偉 劉家豪在台北報導 小老百姓要問的 還有快篩的制度 因為有一位內湖的民眾 他的父親確診 自己想要快篩確保一下 卻都因為沒有症狀遭到駁回 他質疑市長柯文哲 喊出一人確診 全家快篩 根本沒有辦法落實 我們台北市長也都講 醫療人確診 全家都要篩檢 緊緊掐住台北市長柯文哲這一句話 內湖的張先生強烈不滿 自己和家人遲遲等不到快篩 他說父親在5月18號確診 住進防疫旅館 而他和四位家屬都是接觸者 但想要快篩卻都碰逼 回應的方式 就針對採檢的部分 你們都說用無症狀者 沒有所謂的感冒 咳嗽 或者是發高燒這些訴求 就拒絕我們這些無症狀者 我是真的覺得這樣不太合理 那您醫療單位跟衛生單位 是能夠相信說這些無症狀者 他本身就沒有存在著隱形的病毒嗎 沒有出現任何症狀 想要快篩都吃閉門根 張先生質疑 有任何人可以跟他掛保證 沒症狀就代表沒病毒 毫無傳染力嗎 加上6月2號就要解隔離去上班 他很擔心沒有陰性證明 就怕成為隱形傳播鏈 沒有相關證明 我們是要怎麼去跟公司交代 我兒子學校我也沒有辦法跟他們交代 事實上疫情緊繃之際 考量醫療量能 醫師都在呼籲 沒有症狀排不到篩檢 自救法就是阻絕和他人接觸兩週 一旦有症狀再聯絡1922 柯文哲市長也呼籲 快篩不是做新安 有症狀才來篩 但隨著疫情告急 5月30號又改口 就是這句話 等民眾遲遲等不到具體措施 才會在家裡急跳腳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印度的變種病毒也在中國廣東地區擴散 連深圳的鹽田港都加強了防疫管制 這一防讓港口塞爆了 一度單向封港指出不進 有人說根本是變成蘇伊士運河的翻版嗎 美國攬戶公司跟大膽預估運價還會再調漲 而台灣的貨櫃三雄 萬海 長榮跟陽明 今天股價同步再度攻上亮燈漲停 從空拍機扶開外貨櫃一個個堆疊 這是中國大陸深圳鹽田港 傳出有人員確診 現在廣東疫情拉緊報擴大篩檢 也讓鹽田港單向封港貨物 只進不出 效率只剩平常的30%港口塞爆了 雖然最近宣布重新接受出口重櫃入閘 但五月三十一號到六月六號 只有船隻預計到港日三天內 者可以進行整櫃開艙作業 甚至連卡車運輸業都必須要先預約 最大貨櫃航運集團馬仕機 更是直接試井 船期最多將會延長八天 這個塞港的事情 再繼續蔓延到像譬如說上海 像是這個其他的這個天津 這一些的中國大陸的主要港口的話 那麼對於這個運費來講的話 那一定會造成一個這個推升的效果 業界擔憂卡船事件再度重演 因為不只深圳連美國西岸港口也在塞 預計六月運力減少一成六 美國新創攬貨公司副總裁 大膽預測市場運價還要再漲 而台股貨櫃三雄更是強勢 萬海雖然進入五分盤交易 但仍然拉上漲停板收一百五十九點五元 陽明同步亮燈收一百一十二點五 而長榮也是突破前高拉漲停收一百零八元 量價關係都沒有失控 也就是說成交量一直很穩定 那這表示怎麼樣 表示呢 航運股的這個籌碼還是相對穩定的 那可是如果說拉回 然後量價不失控的話 那麼進場稍微做一點承接 應該還算是安全 運價漲了又漲全球海運缺貴 塞港這波航運市場的瘋狂 還在海上航行 沒到案 東森財經新聞 最後報導 現在疫情嚴峻不只是海上塞 路上的物流也都塞到爆 為什麼需求太高了 民眾不敢出門 吃的用的通通都從網路下單 結果物流量暴增 有個人等了一個禮拜 還沒有辦法收到貨 我們就採訪貨運司機 形容簡直是過年期間的 忙碌程度單量也差不多 除了工作量暴增 每天還要冒著高風險 在外面爬爬罩送貨 有時卻被抱怨送貨太慢 或是被認為是帶菌的感染源 貨運司機很無奈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一點的 同理心 將心比心 而另外目前很多市場 都已經開始啟動了分流措施 為了讓大家不出門 還是可以採買買到新鮮的蔬果 現在一次買齊的蔬菜箱 就有非常多的種類了 包含了超商 超市都有得挑 另外有蔬菜箱計程車送道府 在車上吹冷氣保持新鮮 桌面上滿滿的蔬菜水果 有蘋果 高麗菜 還有花椰菜以及玉米筍 民眾冰箱的必備品 一一打包裝進紙箱 接著出貨 現在民眾都少出門待在家 因此很多人會選擇訂購蔬菜箱 不用出門就可以買菜 共有14種的蔬菜水果 只要700塊錢 蔬菜箱放上計程車的後座 車內還要維持20度的溫度 讓蔬菜水果們吹冷氣 保持最新鮮的狀態 抵達目的地後 司機大哥會親手把蔬菜箱 互送到顧客手中 因為現在疫情期間 然後也不敢出門 然後超市買餐也都不能去 所以就是訂這個很方便 符合大概3到6餐的需求 然後就是裡面又有新鮮的蔬菜 像花椰菜 然後飯酒裡 紅蘿蔔 馬鈴薯 這些都有 所以其實不只家人 小孩子都可以吃 我們現在才是在一個 市營運的階段了 那所以其實我們平均一千 大概就是銷售大概300箱左右 自主商機大爆發 安心快送蔬菜箱 14項新鮮蔬果700元 全聯雙北部分門市 推出產地直送蔬菜箱 裡面除了蔬菜 還有調味料等14項商品 每箱499元 家樂福則主打有機款 產地新鮮直送 還有499跟699元兩種選擇 雖然有些媽媽們喜歡分開買 覺得大小可以挑 價格也比較能自己掌握 但畢竟疫情當前 一次打包送到家 省下的是時間 精力也更安全 東森產生新聞許靜佑 林皓宇台北報導 什麼意思呢 損